好,那您的畫面我切過來了 那麼我們今天的主題要打造您的名端之事故 但是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問一下老師 三個問題就好了 來,首先第一個 第一個 你還有在用我的最愛嗎? 有 糟糕了 老師,你有沒有發現你的愛非常的放大? 每個都愛啊 這個網站來了,我也愛 那個我也愛 所以到最後 你的愛實在是太廣泛了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的最愛到最後 每一個都不愛運用搜尋的比較快 因為要找到你的之後很難嘛 對不對 而且還有很大的問題在什麼 你今天如果都是用我的最愛 當然一些常用網站我們可以去加入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在什麼? 這個網站並不是只有 可能不是只有一篇文章您是喜歡的 也許有好多篇文章 那問題就來了啊 你加入我的最愛的時候 到底是會重複加入呢? 還是說我每個都加入? 你覺得呢? 好像大部分很多時候看到這個 最喜歡就加嘛 所以到最後是同一個網站 你會加很多次 可是真正你要找資料的時候 又覺得奇怪 這個也屬於那個 這個也屬於那個 那你又不知道怎麼歸類啊 所以其實我的最愛 我現在真的用的很少 而且大部分都只剩下摯愛而已 所謂的摯愛就是叫網路銀行啦 然後因為我們都知道有那個網路釣魚嘛 對不對? 釣魚就是你打那個網整項的啊 比如說Yahoo 那你就打YAHOO 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不小心多一個O 欸這樣也有那個網站嗎? 哈哈 所以有時候 網路銀行那種比較重要的 你可以加入我的最愛那個 OK啦 就是不要用搜尋的嘛 但是其他的很多 我們都用搜尋的方式 那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另外的方法 讓你來感受一下 欸 這樣有沒有比較OK一點 而且你問我的最愛 最麻煩的是什麼? 網站有更新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對不對? 一點愛 開門七件事 第一件事情 上天各大網站 有來講你們哪有更新嗎? 你們哪有更新嗎? 哈哈哈 對不對 我不知道大家的首頁都設成哪一個 也許可能是雅務 也許可能是學校首頁 但是 你 如果 假設要一百個 網站 請問你會一百個都 尋一次嗎? 不是要尋差嗎 對吧 不可能說這樣 每一個都去看過 而且有的網站是很久才更新一次啊 有的網站是一天更新好幾次 那你怎麼辦 所以這個呢 我的最愛可以用 但是你可以稍微減少一下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除了這個問題外 第二個 你有沒有遇過Google找不到嗎? Google我們都稱 現在叫Google大神 很厲害啊 可是你有沒有遇過 我打關鍵字 Google就是找不到 有齁 有說難免會嗎? 所謂的找不到是 不是找不到資料 是找不到符合您的資料 有可能對不對 如果那個關鍵字 也許可能他資料板就很少 另外一種是 這個資料很多 可是你不知道 怎麼樣找到你要的 好 那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也有另外的方法 給各位參考看看 萬一找不到的時候 我也可以用訂閱的 也可以用訂閱的 也就是Google 每天怎麼樣 或者一段時間 自動幫我找 找到之後再把結果給我就好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有沒有大家現在都很多 請問你PC有幾台 辦公室一台 家裡一台 搞不好家裡面可能兩三台 對不對 辦公室一台也不太夠嘛 那大家又有行動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平板 請問你那麼多裝置的時候 如果你有我的最愛 在辦公室是你的最愛 可是在家裡 就不是你的最愛 你就找不到他 對不對 好 那或者你在辦公室有看過的 哪一個網站 然後呢 我回到家裡面 我就記得我曾經找過 很抱歉回來 你的歷史紀錄沒有 你還再重新找一次 對不對 這我們常常會遇到問題嘛 那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我剛剛忘記放進去了 還有一個 請問老師有沒有常常訂閱電子包 電子包啊 你有沒有訂過電子包 用你的信箱收那個電子包 對不對 有些網站都會發嘛 那如果你訂了很多的話 請問你有沒有那麼勤勞 一直去看 也沒有對不對 所以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如果你有這些問題 我們今天 透過RSS 還有一些相關的應用服務 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解決這些問題 比較容易解決這些問題 那這樣 OK的齁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可以 正式進入我們的主題啦